裸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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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是來開箱陀螺的新商品 可是這個商品的話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打算再把它配一個 全新的東西 我們要來做個動畫還原 OK嗎? 來 東西就是我們的這個 完了 這個好不好 這個的話是佛麗 他的靈魂魔龍的一個完全體的配件 包含發生器加握把加水平衣 再加上一個P環的一個完全體擴充包 可是你會想說 我們今天到底要還原什麼 我們今天還原就是動畫裡面 你們還記得佛麗他不是在製作那個東西的時候呢 他只有製作上蓋 然後是他其他的東西就是那個老頭做的對不對 然後那個老頭呢 他拿給佛麗是用一個鋁箱給他 就是這個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還原就是 我們要把裡面的東西裝進這個箱子裡面好不好 我跟你講那裝起來一定超帥 這個帶出去 直接變海馬賴的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期待好不好 好 那就幫他來製作一下吧 全部製作完圖我會再介紹一下裡面的配件 隨便不要解決好不好 來 我們要有零件的這個 這個叫做棉花 廢話 這個棉花比較特別就是大家看清楚有沒有 他是格子的 所以到時候呢 他在怎樣手撕就好 不用什麼美工都要這樣亂割瘋狂割 不用 就得手撕撕完把它放輕輕輕輕輕就好 好 那我們就忙來製作看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必須要先量一下這些零件的配件大小大概多少 就是大概需要多大的大小 算一下啊 好 我剛剛已經去比對一下鋁箱的長度 大概切割出來的長寬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繼續製作吧 他整體的排版應該是這樣 完美 就是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吃吧 非常非常簡單 欸 其實吃了還蠻好玩的欸 怎麼會這樣 欸 完美 欸 其實這樣好帥喔 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樣 好 第一個完成 欸 八第十個完成 完美 再來就是這個的 喔 這個最麻煩的 我已經要創造出來一個 讓大家都不會 去買的魔龍 吱吱吱 吱吱 吱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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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完美的做完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超狂的好不好 你出去打比賽你用這個 對手保證心開心因為你用魔龍 可是他整體弄出來的感覺 很有還原動畫 就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用的時候我們就直接這樣 魔龍然後加上這個 直接從這邊拿出來 超帥的 魔龍完全體 然後再加上這樣子 哇我今天超帥的我的天啊 有沒有 完美 還原動畫裡面他所使用的那個 升級箱好不好非常的帥氣 這就是我們的魔龍完全體 再加上他的額外配件好不好 好啦我知道因為我們今天這一集總不能 就這樣就結束就對了這樣大家就會想說 我敷衍要這麼短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一個真偽 對決好不好真偽的話包含 圓擊以及強蛙擊再加上這顆完全體 的三方戰鬥好不好來 GOGO三方大戰看誰有最純正的龍之血統 好嗎 GOGO 好啊第一組啊因為我們這兩個 我們在自己魔龍對他們的令魂魔龍 來 GOGO 1 2 喵喵喵 好1比0 我傻眼 我傻眼 1 2 好 1比1 2個打到鬼根本一模一樣嘛 2 1 GO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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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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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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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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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喔 身為陀螺高丸 怎麼可以沒有這些零件你們說是不是 好我先來介紹一下其中這些零件好不好 我先介紹一下其中這個 這個話大家看一下 這個話是P環 P環其實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勢的環 我個人是可以拼到一線 因為呢它的弧度夠圓 它的弧度這邊是可以救它一命的 就到時候它在打的時候 有像是像L環的支撐在外向上這個圓弧形的話 它就給大家再多轉那一點點 多拖到那一點點轉速好不好 所以算是一個很強勢的環 可是呢大家注意一下 它算是圓的 可是它這邊四邊還是有一個凸起物 所以算是幫它做一點平衡 就是說路太遠的話 這顆會太強 所以它做這個四個點 然後它做一個小煞車可以做一個平衡點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樣設計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打算是蠻瘋狂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這話是久久不見的水雲配重椅 這個配重椅的話它的用法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傾斜子它就是會往前一點 讓你看到你的傾斜倒數多少 如果你越傾斜它就越下去 從裡如果你往上梳也是一樣 到時候是可以看你發射一個角度 還不錯 一樣360度可以旋轉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零件算是一個復刻 很好用的一個零件 這個的話就是 超Z所推出的左腕金色發射器 現長 非常的長好嗎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也不會酥巴巴啦 而且重點是失誤率很低 雖然有災情傳說 有人拉兩次都壞掉了啦 所以呢可能裡面要做點稍稍的改造 這邊改造我不能教好不好 因為我怕教 有人就會覺得 蛤怎麼教我怎麼改造 所以我就不教好不好 自己去查 這個都查得到 然後你去問那些社團大神 他們都會跟你講 好嗎 好所以到時候這個發射器是還不錯的 失誤率較低 你巴巴還要低的發射器 這個的話是扣環手把 扣環手把 它這邊可以這樣打開來 有沒有 它這邊可以這樣打開來 然後比如說你要扣東西 或扣在皮在上面就可以這樣扣著 來轉緊 它就不會掉啦 是一個蠻酷的一個手把 它的大小的話大概 以我手掌為標準的話大概是這樣 一手可以掌握 很OK 這個我覺得比握把好握啦 我比較喜歡握這個 因為我覺得握把有點 好握把也很好握啦 反正我現在也沒在握把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樣的套組 是一個非常非常帥氣的金色套組 很讚 如果喜歡的觀眾可以去買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魔龍完全體的一個還原好不好 欸我真是不敢看幾次 超帥的你知道嗎 我個人覺得這樣子非常非常帥氣好不好 有心的觀眾就自己去買鋁箱 然後再幫他做個改造 就可以變成這樣了嗎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路線這支影片請幫我按下 別喜歡的好每週每週都會玩 請記得喜歡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請記得下次請訂閱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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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